那更別講呢 各位像這樣的畫面 其實出現在 共黨的領導國家裡的獨裁者 中國 其實一定也是同樣的畫面 要請教這個阿苗的是 就在他們面對這個 暗殺的威脅的情形之下 這些所謂的寡頭 也就是那些有錢人 這個壟斷事業的 超級富豪們氣得半死 說大多數的俄羅斯人 不支持入侵烏克蘭 也不滿開戰 被西方制裁跟經濟衰退 因為他們現在信用卡都不能用了 然後所有的房子都 豪宅都被那個凍結了 那更別講說 全世界最有名的 就是俄羅斯富豪的 那個豪華遊艇 也不能動了 好 可能在五年內 發動民主起義 加速推翻普丁的統治 那剛才那個施凱講的很對 他如果國內政局很穩在前線打仗 就像他所說的 是要叫人家 要把人家這個 什麼種族 這個歧視要去解決 然後戰爭打了多好的話 他需要在這樣的一個 這個二十幾天之後開造勢大會嘛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個英國的首相強森 他在前幾天的一個 這個公開的報告當中 他講的更是 在看待惡共跟看待中共 是一個同樣的題目 就是他說 其實普丁怕的是 民主的浪潮 因為那些東歐國家 以前的蘇聯的這個 加盟國都已經像立陶宛波蘭 捷克這些都已經慢慢的民主正常化了 他擔心的是他邊界的這個烏克蘭 也在民主化 所以他說 他不是這個 唯一的擔心他加入北約 北約不是問題 他擔心他民主化 會逼到普丁的政權 這個搞不好跟習近平去鎮壓香港 還有同樣的看法呢 對不對 所以普丁的末日 現在已經是倒數計時 只是看將來 北約這個威和部隊 以及拜登他怎麼樣在 到達這個波蘭邊境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還有當然就是 他們最後的和談 這個我也是認為說 普丁他現在是掉入一個 叫做獨裁者的陷阱 就是獨裁者很容易 對於自喜的力量是過度樂觀 因為他們可能長期以來 幾十年 他不只是控制輿論 他控制所有的電視台 他控制國內所有的輿論 讓其他人都不准批評他 同時他也會讓他的身邊只充滿了各種歌功頌德的聲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從二月二十四號 俄羅斯真的動手入侵烏克蘭以來 到現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俄羅斯真的過度高估自己 我覺得普丁是過度高估自己的 他一定沒有想到這個他發動的入侵 竟然要這麼久 一開始他可能覺得三天就解決 現在已經拉到一個月 而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開始要來評估說 這會不會成為一個長期抗戰 甚至連最新的消息有出來 克里姆林宮已經在要求說 提出一個評估報告 要幹什麼呢 暫停地方的選舉 也就是說普丁自己都知道說 如果因為俄羅斯 他還是有形式化的辦一些選舉 而且你在考慮到說地方選舉 因為即將可能快要舉行 他是不是因為這個戰爭 他要暫停 因為他也怕自己不穩 那另外一方面 你如果說來看的話 就是說這種 他認為烏克蘭 過去可能他一直收到的情報 都是烏克蘭都喜歡俄羅斯 對不對 尤其是烏東地區 很多親俄的力量等等 如果俄羅斯軍隊開進去 一定很多人都喜迎王師 老奶奶都出來接待這些軍隊等等 他可能信以為真 可是實際上 我們看到在戰場上 真正在發生的是什麼 俄羅斯士兵有回傳訊息 給這個他的女朋友 在聊天的時候 講說烏克蘭的 他們到處這個沒有食物 因為後勤補給不足 所以只好去搶 只好去跟這個烏克蘭人討東西吃 就烏克蘭老奶奶送給這個 俄羅斯士兵的派裡面 竟然還有下毒 很多人吃了之後 這個不是因為開槍被打死 是因為人家烏克蘭人就是連平民都要跟你作對 所以你看到這即使是最親俄的烏東地區 打下來了沒有 沒有啊 打下來 那甚至最新還有一個消息出來說 在赫爾松這個城市 發生了一個兇殺案 就是因為赫爾松這個城市 當地的親俄的政客 打算要成立一個衛政權 成立一個衛士服 要來洗淨俄羅斯的 結果發生一個兇殺案是 這個親俄政客集團的其中一個人 在他自己的車子裡面被槍殺 就是說烏克蘭的人都受不了 你們這些這個親俄的政客 所以這完全超出普丁的預期 那回過頭來 剛講到如果是習近平 他看了這些之後 我認為如果我是習近平 或他身邊的智囊 現在一定要開始想一件事情說慘了 過去接收到了關於解放軍 各種實力的情報 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他看到普丁嚴重 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嚴重的高估了俄羅斯軍隊的力量 那中共習近平 他真的掌握到解放軍的力量 在哪裡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烏克蘭的抵抗 釋放出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說其實像烏克蘭是中等國家 那臺灣也是中等國家 中等國家不是只能當人家的棋子而已 你知道國民黨人經常在這個提出這種所謂棋子論 對不對 韓國瑜說你要當棋子還是要當塞子 然後不要去當什麼美中之間的棋子 很危險 棋子的意思就是說 你都沒有辦法決定你自己的命運 你只能任人擺步 叫你去哪裡就去哪裡 可是烏克蘭的力量告訴我們一件事情說 中等國家其實如果你自己夠奮鬥 你自己夠勇敢夠果決的話是可以改變到自己的命運的 因為普丁剛剛講說生活之奢華 對不對 然後在克里姆林宮裡面 大家都對他說好話 阿諭奉承 然後這些這個所謂的財團 這些財閥通通受他控制 經常被他臭罵罵的狗血淋頭 可是當他今天要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確實踢到鐵板 你今天看到所有國際上面的訊息 來說大家都認為說騎虎南下的是普丁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臺灣回過頭來 要想想自己說 是不是要擺脫那種 我們只是棋子 我們只能被決定的 這一種失敗主義的思維 因為我相信中共在看的時候 其實他是被擠發糧 因為美國他沒有派出任何一個大兵 到烏克蘭的境內去幫忙打仗 可是他光是靠著他分享 他的電爭情報給烏克蘭 分享武器 分享金援 還有在外交上面集結其他國家 來制裁俄羅斯 就已經發揮了莫大的力量 他甚至還沒有直接派兵 就幫助烏克蘭能夠抵擋 住俄羅斯這樣攻擊 那如果說未來中共 他要冒進 照進來對臺灣動手的時候 真的能夠如同這個拓手可得嗎 我不這麼認為 其實過去很多人在臺灣內部 都自己唱吹自己說 都是臺灣麻煩製造 在製造麻煩 臺灣在冒進 臺灣在照進 可是從惡烏的情勢來看 其實真正照進的 我認為是中共 真正照進的 我認為是習近平 那現在美國的國家的核心利益 是放在印太地區 包括說我們的 這最近我們看到在南海 其實美國還是非常著重南海相關的情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習近平 他會重新去評估他對臺灣的政策是不是發生了嚴重誤判 他會去想 他是不是跟普丁一樣 也掉入了獨裁者的陷阱 好 這個獨裁者擔心民主的興起 想要用併吞的方式把一個民主新興的國家 烏克蘭給侵略佔據 結果事與願違也就罷了 他現在已經陷入了重判清理 因為有一位俄羅斯的富豪 叫做佛里德邁和另外一位歐伯家 他們公開反對普丁入侵烏克蘭 而且另外一位首富也警告普丁 不要沒收外企的資產 否則想使俄國內部倒退100年 最重要的是因為普丁一直想狠話 那就在普丁現在四面楚歌 內外交困的情況之下 習近平一定看到了端倪 拜登又打電話就警告他 叫他不可以去協助俄羅斯 所以中國當局對外都宣稱 連他們的駐美大使秦剛 今天早上我看他的最新的說法 就是我們沒有提供武器 我們用人道援助烏克蘭 然後可是另外一方面 普丁給了習近平什麼樣的教訓 那澤倫斯基也給了台灣 一個非常透明的教材 就是他在昨天第一時間 親俄國的政黨的活動 要叫他停止對不對 要限縮 第二他在抓內奸 他們已經抓了好幾百個屋奸 在台灣叫台奸 那第三那些電視台媒體 如果會被利用會被駭客入侵 甚至於會搞怪的 把他併成一家 這三個做法不是台灣現在 血淋淋的就必須做的嗎 所以這場教訓 除了我們的國軍 要看那個這場戰爭當中 怎麼樣結合盟國 面對敵人的入侵 怎麼樣振奮民間士氣之外 在防止內賊的部分 其實澤倫斯基做到了 這個關鍵的重點 是我們台灣的人民 大家最心有戚戚的耶 明鳳 這個澤倫斯基所做的是在 一個國家面臨戰爭的時候 必須要做的事情 他一定要團結所有的力量 才能夠向外嘛 那如果內部像有一些 這個所謂親二的議員 還去當那個所謂的 親那個什麼市長 還去這個 那這樣導致國家分崩離析 然後媒體上面 這個說法不一致 那你這個國家 怎麼對外這個作戰 或是說對外說明 所以我覺得澤倫斯基在一個戰爭狀態 他做這樣的處置 這個是必要的 很多時候像二戰的時候 中國什麼 那些國家也都是這個樣子 那你現在普丁最重要的是 因為普丁在國內 有三個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一個就是新興的財閥 一個就是媒體 還有就是軍警的KGB 這些三大力量是 普丁整個在這個 俄國執政的重要的基礎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前陣子 就鬧出這個黑海的 這個禁衛軍的司令 對於所謂整個戰術 還有戰場管理 有一個非常不同的意見 然後包括他們退降的這個組織協會 也曾發表過反對入侵烏克蘭這個戰爭的一個言論 所以他這樣現在軍隊在前線 發生這麼多的困難 包括那個指揮官 連情報官都可能會殉職 那很奇怪 指揮官跟情報官都是在地 都還在後線 那不是在第一線 那你那你這種連這種後 這個後方的人員都會殉職的情況 可是你前線就發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軍方到底內部怎麼樣 然後原來我們看到俄羅斯的人民 有1.5萬人都大概上街去抗議 最近都比較少了 那我以為都被抓起來了 對 那事實上 我們沒有看到 就真的沒有人上街這個抗議嗎 還是現在整個封鎖媒體 然後不管不敢對外面公開 所以他的群眾基礎已經慢慢的薄弱 所以他為什麼要在大戰前 大戰當頭的情況之下 再去舉辦這種造勢型的活動 這根本就是在對內 這個這個也是一種心戰 一種宣戰 說你們不要來反對我 反而我就開始抓你 然後其次他最重要的支持量 就是這些新興的財法 可以提供他這個整個一個國家的軍力 或是整個經濟的一個基礎 但是當這些財法的這個財產 在西方國家被歐美強制這個扣押 或是不能使用的時候 他們也發出非常大的一個反彈的聲音 就是說你這樣控壓之後 這裡面還有包括他們的旅業大王 銀行大王 這個總統的這些新興財法 有些人還懸賞五百萬美金要獵殺 這個普丁的人頭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這個新興的財法動搖的時候 普丁的支持度在內部就越來越危急 那再來就是媒體 媒體有人公開在官方媒體舉那個白紙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隨即說我不幹了 因為你們講的都是謊話 所以這個媒體的內部 是不是也會洩漏非常多的訊息 或是不滿給外面的 所以你看他跟他現在的做法 跟哲倫斯基的做法 就是完全相反了 哲倫斯基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可以控制 他可以很抑正言辭的 就是要求大家要一致對外 可是普丁的這個支持 現在正在分崩離析當中 他做他的這個出兵的正當性 受到非常大的質疑 所以原本一致支持他的人都分裂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要求媒體支持他 媒體一致對外 然後沒有辦法再要求這些財法一致對外 沒有辦法要求軍警信頭一致對外 所以他處境就非常困難 所以你看他現在在烏克蘭做事情像一個人嗎 這樣轟炸平民 轟炸藝術學校 轟炸醫院已經很多次了 然後上面明明給你寫是幼兒婦幼 塞兒的這個孩童在的地方 你就拼命轟炸 那些是無差別式的對待 我覺得這個東西已經就是讓普丁 所以大家就說歐美的情報 認為他在心理心理的這個狀況上面 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整個情況 所以英國首相講的就是說 他如果不出兵烏克蘭的話 內部就會發生顏色革命 所謂顏色革命 就是當時的這個什麼黑雨傘 然後香港這些革命 就是你所謂 所以他內部他在出兵之前 他的政權 他的政治領導已經受到挑戰了對不對 就是如同蔻姐講 就是一個民主化的革命 因為他2010年以前 因為他的獨自專制獨裁 不斷連任 所以使他的民主選舉受到一個重創 所有他的對手都被他毒害 這種領袖怎麼可能 就是說會在發動戰爭的時候 然後讓整個經濟情況 陷入一個苦決的時候 還可以受老百姓的這個愛戴呢 所以我覺得他自己面臨政權的保衛戰 才是真實的狀況 但是他很可能他沒有辦法這個 持續的把自己的這個領導的權威呢 給掌握下去 一來就是這場戰爭 他短期之內就算是有所謂的和平談判 等等的折衷協調很難 馬上這個有一個收尾之外呢 他個人在全世界呢 已經變成了過街老鼠 形象仇惡 大家認為他是靠假消息跟謊言呢 來毒害整個俄羅斯人 來荼毒全世界也 那在戰犯這兩個字的這個籠罩之下 未來他可能還是國際法庭所審判的對象 這一點呢 這位叫做習近平的人士呢 也就是中共領導人應該看在眼裡 那其實現在的中國當局 按照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那 最新的3月18號的文章寫的是 目前其實疫情在中國有爆發的這個情況 那更別緊張 你香港有很多的死亡的人呢 他們是因為打了科興疫苗 所以呢死亡率越來越高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談的就是 要請教維園的是 為什麼你們國民黨的人 還出現了那些 要這個替鄭立文的胡言亂語呢 來火上澆油的這位楊智良先生啊 我們大家看這場戰爭 其實情感的轉移就是要愛國 就是要支持 這個對抗侵略者獨裁者 這個屠夫這樣的一個全國的這個意志嘛 那這個當然是對執政當局有用的 那而且習近平如果跟普丁畫上等號 而且習近平又沒有去強烈的譴責普丁 普丁又是一個全世界的戰犯的這個守謀的話 那這個中國在台灣的形象也會越來越低啊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會出現一個 像楊智良這個人去加入戰局 他是要把你們國民黨給搞死嗎 那個鄭立文的臉書被阿中部長加油洗白 那也不是講髒話啊 那個是阿中部長加油啊 那結果楊智良在臉書上寫說 鄭立文對陳時中的指控剛剛好而已 想害台灣絕子絕孫 陳時中為什麼會惱羞成怒 鄭立文一點也不牽托 絕子絕孫講得太重了吧 那現在到底國民黨的戰術是什麼 這個面對烏克蘭戰爭 這個在未來在選舉當中所引發的愛國意識 當然是對民進黨的這個選舉是有利 國民黨在繼續搞這種扯後腿 或者是甚至於歡呼這個俄羅斯的狀況 你們的選舉怎麼選啊 首先先講烏克蘭 老師就在烏二戰爭底下看得出來 我現在對烏克蘭的情勢比較有型 怎麼說呢 因為老師說你看普丁陣有點衝突末路 大家看到一開始烏北烏東跟烏南 看起來是一個紅色的區域 把他煉成一個前行的戰術之後 發現沒有進步了 不然是馬力波 不管是基輔跟幾個比較大的城市 看起來俄羅斯都沒有把他攻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到剛剛米鳳姐講的說 就是接下來可能這個孤兒院 或者藝術院等等被轟炸 平民的地方被俄羅斯轟炸之後 看得出來普丁擠了 擠了之後 他現在又不管用匕首飛彈等等的東西 比較具有殺傷性 為了開始轟炸平民區 為什麼我說優心 優先在於說他今天 你說他會瘋狂 他現在瘋狂了嗎 因為發現我攻不下來 那我又欺虎難笑 接下來我要怎麼做 會加大他的攻擊力度 那加大攻擊力度之後 變成說普丁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國際的國際的戰犯 這樣子的地位會更明確 更明顯的情況之下 當然回到臺灣國內的時候 如果今天臺灣在國內 如果我們的言論 過去不管說你是持平還是怎麼樣 但你先老實講 俄羅斯像侵略烏克拉是事實很明確的 傷害平民也是很明確的 當然你有一些言論 不管你是持平 或怎麼樣特定立場 幫俄羅斯講話 老實講對臺灣的民眾來說 情感上都是有一些些 感覺過意不去的 大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幫俄羅斯講話 這第一點 那回到國內的這個政治議題 其實楊智良過去我們都叫他楊大炮 那老實講我覺得很奇怪 鄭立文上一次 這個上一次委員會是上禮拜的事情 那楊智良在昨天的時候 突然PO出這篇文章 我覺得時機點也過過的比較慢了 當時鄭立文在講出這個 八百多條人命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批評就是說 八百多條人命 要不要該檢討 或要不要該負責 那是新冠 新冠肺炎的事情 但回到這次服務時的話 兩個看起來沒有絕對的邏輯關係 所以鄭立文那時在講出來說 要為八百多條人命負責指責 陳時中的時候 他才會被批評 老實講我必須 雖然這個我也沒有很喜歡陳佩琦 但是陳佩琦 他在講這個八百多條人命的時候 講到BNT疫苗這個東西 看起來邏輯才比較合理 比較有當初去檢討說 是不是趕快進疫苗之後 我們就可以少一點人犧牲的這樣子一個邏輯 所以楊智陽這個事情 他講到絕子絕孫 老實講這不是他第一次講 他什麼時候講呢 他在今年二月初 其實辦了立法院辦公廳會裡面 他就有講到這個這個立論 但他邏輯其實我這邊持平的 把他邏輯講出來 大家去判斷他邏輯合不合理 他其實講說過去很多物質 我們都要要求一個國際的標準 譬如P2.5 譬如除草劑 譬如水質 譬如代澳性等等 但這樣子一個國際 符合國際標準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環境毒物的累積要不斷的增高 導致我們的生育率 他裡面其實有講到那個所謂的數量的問題 然後生育率節節的比較下降 所以因此他把他導向說 臺灣生育率下降到最後可能絕子絕孫 他是這樣子邏輯去講的 可是他說福島食品會絕食絕孫 他這個栽贓吃了福島食品 就會絕食絕孫 他是直接做這樣的一個連結 沒有 他最後是講說如果今天福島食品 我們也是以國際的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可能也會有些環境毒物的累積 所以他會這樣子造成生育率下降 他為什麼要加入戰局 他加入戰局就是個豬隊友 對你們只有壞沒有好處 他幹嘛 我其實還真的不了解說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你們可以叫他閉嘴嗎 不能 楊志祥 雖然他其實 當然我認為他這一篇 其實講得過多政治口水 他如果過去真的是衛生署長的話 有他的專業的話 他應該拿出他的專業跟數據去好好講 而不是老實講今天這篇的臉書看起來只是在聲援 當時的曾麗文 在挑動所謂藍營的支持者的一個 一個情緒而已 但他對於幫來整個藍軍 或國民黨在這個議題上加分 我認為加分有限 他哪有加分 他是這個火上澆油吧 是不是 不知道思凱怎麼看 而且這個藍營裡面 現在集了 每天大家在那邊亂點 因為央譜 居然說要叫朱立倫去選臺南 那是藍營的市議員 對不對 還有你同學吧 那個選高雄叫柯問哲去 現在因為是藍白之間 這個已經發生了一個選票 根本是互相排斥的狀況 離譽了 thank you 觀看